首先关心天气即将出现变化了 目前在太平洋地区有两个热带性地区 都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三号凯米 以及编号第四号台风巴比伦 其中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地区 预计可能在今天转西北或者是西北溪的方向 也就是会朝我们台湾东部的海面前进 下个星期三星期四是它最靠近台湾的时候 气象署不排除最快在下个星期一 发布海上警报 只是预测路径这个变数还蛮大的 接下来几天这个天气好坏 还有风雨程度如何 还要再观察两天左右会比较明朗一些 晴朗稳定的天气这个周末 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还是好热 可是不能忽略的是 在台湾南方海域上面 两个热带性地区都最快在今天 有机会升格成为台风 其中较为可能影响台湾的是 菲律宾东方海面这个TD05 预计从台湾东方海面经过 和前一两报相比 路径些微修正向东偏移 现在的中心位置是位于额兰比的东南方 大概是1120公里的海面上 向西北的方向来行进 那之后的话 有可能慢慢的偏西北溪的方向 然后从琉球附近海面 然后又再微微的再转向西北的方向来行进 同时它的速度也放慢 所以最靠近台湾时间点往后延到下星期三和星期四 预计会是中台以上规模 不过影响程度还无法确定 比较接近台湾 那个时候也刚好是它是否有偏西北的角度 看看偏折的大小 那偏折的大小就要看北方的太平洋高压的强度而定了 那如果说太平洋高压的强度比较强的话 那导引气流会比较偏更西北的方向来走 如果以这路径前进 最快在下星期二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同时北部东北部东部及恒春半岛沿海会开始有长浪出现 大约新闻林一婷李健宽台北报导